大家好 今天NHK北海道的新闻 我今天要报导NHK北海道的新闻 那它是2月1号的新闻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到底是发生什么新闻呢 女性はゴミ置き場に家庭ゴミを運んでいる途中に 車に跳ねられたとみられています ゴミ置き場の扉は車道側についていて ゴミを捨てる際には国道に出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状況でした 帯広市は他にも危険な場所にゴミ置き場が設置されていないか 交通量の多い道路を中心に確認を進めています 今日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が 昨日までに複数の場所で 扉が車道側についたゴミ置き場が見つ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車道を向いているというゴミステーションが 私のところに考えていた数字よりも少し多めには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庁内会設置であれば 庁内会さんにご協力、移動なりということで 対応のお願いをしております 那個新聞就是指說一個日本女性 然後去倒垃圾的時候 然後就被車子不小心就是捏過這樣子死掉 然後因為日本的垃圾倒法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是每天都有垃圾車 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灣的環境相較來說會比較乾淨 因為每天都可以倒垃圾 可是在日本你倒垃圾的話 它是只有在 例如說像我們家的公寓是都有禮拜二禮拜五 只能倒所謂的用環保式垃圾在倒的那個垃圾 就譬如說廚物魚有的沒的垃圾 然後禮拜三是倒紙類的垃圾 而且一個月才倒 我記得是才倒兩次紙類魁收紙類 就是包括你的紙箱有的沒的 然後禮拜四是倒寶特瓶玻璃瓶那種的 然後也是一個月才兩次 所以我們的垃圾都要放在家裡很久 所以幾乎每個日本人的家幾乎都會有陽台 或者是說他們保存垃圾的方式就很特別 假如不好好保存在家裡會發臭 倒垃圾在日本是一門學問 必須你假如有心要在日本住的話 必須要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地區 就是台北市不是說台北市的規定 是台北市譬如說你住在中正區 中正區的你的家 你中正區你的那一區到底有什麼規定 都要探聽清楚 不然你就會被 你倒錯垃圾的話 一你的垃圾袋會被貼上貼絲 二你可能會有專門的倒垃圾員到你家去跟你抗議 然後或是周邊的居民會跟你抗議這樣子 是個很在日本倒垃圾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連跟我很熟的日本人都說 倒垃圾在日本真的是一件非常面倒臭 面倒臭就是麻煩的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剛剛的新聞用詞 他說 今月2日帆広の国道で起きた引き抜け事件で死亡した女生は ゴミ置き場に買ってゴミを運んでいる 途中に車に跳ねられたと見られています 他說今月2日 1月1日、2日、3日、4日、5日、6日、7日、8日、9日、10日 都有不同的念法 2日是念福祉卡 在這個月的2日呢 他在北海道的這個 オピヒロシ代广式的国道 就在國道上 垃圾場是設在國道上的 國道上で起きた 這個で是指 這個為什麼要用で 因為它是起きた引き抜け事件 で 這個で就是指原因 他這個是 這個で 是因為 這個 發生 氣稱 擇到人 逃亡的事件 這個是一個動作 所以要用で 那這個で 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有這件事 的這個で 是由於因為的這種感覺 しぼした女生は ゴミ置き場に 家庭ゴミを運んでいる ゴミ置き場に 他用に 是因為他去這個 ゴミ置き場 這個地方 那 那個 家庭ゴミ就是指家庭垃圾 ゴミ就是垃圾 ゴミ置き場 他們拿著垃圾 不是叫做 モズ 他們是講 運んでいる エオハコンブ 這個動詞 ゴミを運ぶ ゴミを運ぶ エオハコンブ エオハコンブ 這個動詞 然後他說 トウチュウ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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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指在途中 這個又是指時間的意思 クルマニ 這個ニ 是被 被車子捏到 クルマニハレラレタ 這個被動詞 クルマニハレラレタ 被車子捏到 ド 見られています 被看見 被這樣子被看見 這個是一個很誇張的新聞 因為他的垃圾場 就跟國道 就設在國道的旁邊 然後他要走過去 丟到車的時候 就剛好被車子捏過 所以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扉はシャドウカワについて ポクドウニでなければならず 欸 你們應該都有學過一個文法 叫做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就必須的意思 必要的意思 那就是 必須要走出這個國道 這個に 又是一個 因為他走到國道上 所以要用這個に 這個戒指 所以 在日本 你看要用に 還是で 又是と にでと 在不同的地方 都是不同的用法 怎麼解釋呢 這個 你講的是場所 場所加で 是代表你正在這個 在這個場所 正在玩 有動作性 例如說 遊んでます 今でパート で遊んでます 現在在把貨公司 玩 玩四個動作 就用で 那例如說 我在家裡 就是 家に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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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子在家裡 可是我沒有任何動作 就是用に 這個に で 這個戒指 請問日本人 日本人也講不出個所以的 就好像有些日本人問我一些中文文法 我會講不出來 它是一個習慣用法 你只要記得で 跟你要怎麼分 で 就是有動作 有動作才用で 然後沒有 沒有任何動詞的地方 就用に 這個字 會有 complain 像有的人就覺得 倒垃圾太麻煩了 所以他們寧可住在 大公 大的 大公寓 裡面 然後有集中的垃圾管理 你等於是24小時左右可以去到 台灣也有這種大大廈 那台灣的 的話 但不用說就是 固定 固定 禮拜三禮拜天不能倒垃圾之外 其他時間都可以倒垃圾 然後分類的時候也都是 明天就可以分類下去倒垃圾 但是本就是真的倒垃圾之間好 而且引起很多抓索跟鄰居的本身之類的 所以住在日本真的對於 倒垃圾之間是行政人要跟鄰居好好共同 或是問清楚 以免發生所謂所謂不必要的民視訴訟 或是一些 我們跟鄰居不一樣的問題 本当に面倒くさい唷 然後因為倒垃圾 因為他們現在是 北海道倒垃圾這個問題 有被撐寧過的一些事故 所以他們開始就是檢查北海道 各地方的垃圾場的設置 或設置到底有沒有問題 因為北海道可能有點障的 就是人煙稀少 所以垃圾場在設置的時候沒有特別注意 可是他們現在有檢查 像在那個Obi Hiroshi 就剛剛的代廣室 他們檢查有13處不太合格 就是跟道路太接近了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他們打算就是移側 或是把它移掉之類的 所以在日本倒垃圾 真的是一門學問 呵呵呵 大家注意日本的人 要小心這個問題唷 好 那今天的報導都到這邊 然後以上為止 那我其實也想要再到 報導肺炎的事情 可是 我想說再等長一點的時間 等它比較有整理出來 會比較好 因為到至今現在肺炎的問題 就是卡在那個鑽石公主 然後現在共 好像61期了吧 然後日本國內其實也有 來往武漢飛機 也共有四班機了 所以到底國內疫情 日本的國內疫情 到底有擴大了多大 我想要再等這個星期完 我再做個整理 再報導給大家看看 那這段期間我就會報導一些 日本比較的社會新聞 或是一些娛樂新聞 或是一些生活上的新聞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能多多訂閱我的頻道 Shine Channel 這是最近最喜歡的Cabin 那請大家支持我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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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下次見 下次見